接下来我们再去济南看一下 前几天晚上济南警方是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临近子夜的时候有市民报警说 一名男子拿着菜刀在街头狂舞 随时都有可能伤及过往的群众 当民警刚一来到路口 就看到一名男子挥舞着菜刀在街头奔跑 后面一名女子一直跟随 迷刷九风不要紧 可不能拿着菜刀在街头乱舞 万一上级无辜怎么办 就在民警准备要下车的时候 男子又从旁边饭店里拿来一把菜刀 照着出警的警车就是一刀 这就是当时菜刀砍下的刀口 足足有两三厘米长 警车的铁皮车门都被砍透了 但是该男子情绪非常激动 冲着咱处警迷你回岛 但这个样子就是试图把它 逼赶了一个角落在做工作 老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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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了吗 老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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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收到 听到张子的 我收到 您想让大汉子收开 老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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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着我来 民警介绍 对方如果持刀 袭击民警或者周围群众 民警有权开枪制服 双方一路僵持 最后民警将对方逼到了护城河边 这时支援的民警也来到现场 看到民警人数众多 对方最终放下了手中的菜刀 目前警方将男子带回调查 接下来我们再去济南看一下 前几天晚上济南警方呢 是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临近子夜的时候呢 有市民报警说 一名男子拿着菜刀在街头狂舞 随时都有可能伤及过往的群众 当民警刚一来到路口 就看到一名男子挥舞着菜刀在街头奔跑 后面一名女子一直跟随 你耍酒风不要紧 可不能拿着菜刀在街头乱舞啊 万一上级无辜怎么办 就在民警准备要下车的时候 男子又从旁边饭店里 拿来一把菜刀 照着出警的警车就是一刀 这就是当时菜刀砍下的刀口 足足有两三厘米长 警车的铁皮车门都被砍透了 但是该男子情绪非常激动 冲着咱处警民警啊 这个回岛 干这个样子啊 就是试图把它逼赶到一个角落 再做工作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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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呀 老婆呀 你看了吗 老婆呀 老婆呀 老婆呀回呀 老婆呀回来 收到收到 听到这样子 我说了 您想让大老婆呀 老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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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了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了 你拉着我来 民警介绍 对方如果吃 老婆呀 再次